不妨講一下賴貞得其一百日 是吧? 百日申請 所以他接受訪問 除了這件事在他接受訪問裏面 一下子刺中了老共的死穴 很奇怪 到現在為止 還是看不到他怎麼可以接駁他 在理論上 論述上怎麼接駁這個觀點 但是這個論述 我都講了兩句了 是不是? 就是幾個不平等條約 本來中俄之間的邊界就有一個尼布楚條約 就劃定了 但是後來 是不是? 後來俄國 沙俄時期 清朝對著 單方面改了 整個海徽條約 海徽條約 後來趁清條約 再整多了一個北京條約 那麽呢 海徽條約還是有幾十萬平方里 說共管 後來就不是了 總之現在全部都是歸了俄羅斯 就是現在的俄羅斯 一百五萬平方里 據說有四十二個台灣那麼大 賴清德那個論述就很重了 但是我其實不是太意外 因為我們 最少我們小時候 看這些中國近代的歷史 我們一向都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什麼《海徽條約》很有名 我們看一般的歷史常識 其實都知道這件事情的 但是這麼多任總統也好 或者民間也好 當是已經是解決了啦 因為歷史 老實講 你不是追回秦朝嗎? 難道有時候就沒得說的 當是完結了啦 就是說 還有正式 你老共那邊說 正式簽過約的了 他對台灣就沒有簽約之類的 沒有《護護護條約》之類的 可以簽的而已 這個不是理由的 但是很好啦 因為現在激中了那些小紅粉 他們整個邏輯的嘛 以為自己已經很強大 又崇拜俄羅斯的 怎麼知道 不明白 原來他們不是很清楚的 其實不是的 不只是台灣 或者其他人講歷史的YouTube有的 就是國內的那些 袁騰飛那些都有說的 這些事情其實有的 但是平日當了已經沒有歷史 真是歷史文件 廢紙一章那些 不再說了 其實還要追究現在中共政府 現在剛才說的那些全部都是歷史 就是清朝時候的東西 是不是? 到民國政府沒有承認過 是不是? 那個中華民國那個版圖都大一些 包含了外蒙古 加了外蒙古 而老共又承認了外蒙古獨立 這個已經是壞的了 1990年的時候 我都有些印象 是啊 江澤民去 叫做做一個中俄無論有好合作條約 是不是? 就把以前三個不適明的條約那些全部肯定了 以後不追究了 放棄了一切追究 那俄國這邊每逢這些外蒙古條約的紀念日 他們就非常之大慶祝 那為什麼經常要慶祝呢? 這些明明是偷雞撿到的東西 還這麼招職 是不是? 他們就是怕 是不是? 其實他們一向都怕中國人啦 站起來的時候 有朝一天就跟他拿回來的 所以他經常都說 是不是? 所以就等他那件事成為事實 那你們不要說了 這樣 賴清德呢 是不是? 只是找回一件陳研究事出來 而在台灣台獨那些人的論述裡面 這件事是時時都在說的 我都看過很多次了 是不是? 不過一般 蔡英文都不說 因為複雜 因為同時影響了對台灣和俄國的關係 以前蘇聯的關係 雖然沒有幫忙 大家都希望有一個好的關係 所以就這些都無能為力了 今天是吧? 政治現實就是其實誰都不追得回的了 但是賴清德的論述 他的有力的地方在於 他將這個《外輝條約》 台灣的前途 綁上去中共 為什麼要回台灣的真正原因 他其實有一個新的論述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跳出 他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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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其實就是說 中國根本不需要收回台灣一塊這麼小的地方 它不是土地主權的問題 它是霸權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主權 你就收回 就是說土地主權的問題 那你要跟俄國說 是不是? 你根本不說 因為你不太介意沒有了那些 是不是? 可能表面看經濟壓力不太大 方圓的地方人就不多 但是為什麼你經常都要回 想要回台灣呢? 台灣又不是很大 龍耕地也不是很多而已 是不是? 而且兩千多萬人 是不是? 為什麼這麼緊張一條路呢? 他的論述就是 你基本上是一個霸權 向西方挑戰的霸權 而我們一直都知道在軍事上 台灣地理上 如果那個地方是中國的地方 台灣變回中國的地方 那麼台灣西面向著太平洋 就是說中國的戰艦 再沒有什麼島鏈這些東西了 直接有了現成的軍事基地 中國直出太平洋 就跟美國差整個太平洋霸權 南下就要南海西面 西面就向了太平洋 那麼他呢 基本上就是大國崛起 要做世界第一的夢想 所以要台灣不是因為主權 不是因為土地 而是要稱霸 如果他講到這樣 所有西方的媒體都這麼重視這個 其實那個理由是在這裡 是不是? 所以我說賴清德適時挑起這個東西 相當 就是在政治上 你可以說他高明也可以 你說他絕又可以 就是說他厲害也可以 以前的共同都不講這些東西的 因為如果你承接著那個正統 你要向俄羅斯伸索的 因為如果你是中華民國 你一樣可以向俄羅斯伸索 這些土地當然不實際 老共的身索都不實際 但是就令到老共尷尬了 我們要欣賞他的智慧 是不是? 因為他將這個問題由一個中國內部 中國和俄國的關係的問題 是不是? 歷史遺漏落下的問題 突然間擴大了 是一個中國 現在這個中國 中共政權想做世界霸主 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又大了 那就所有西方國家都會警惕和捲進去 我們看過 白方瑞那本《百年馬拉松》 中國也都經常講崛起 西方是有一種恐 特別是美國 怕中共崛起成為世界第一 就是替代他們西方為主的世界秩序的這件事 如果你不喜歡賴清德 你就符合了西方的論述 你都看法了 但是如果你是在維護台灣立場 將整個西方拖下水 台灣就更加安全 是不是? 所以這件事 它是一個厲害的地方 這個論述都不少東西 講了相當的時間 不過我還想講 長氣一點 這條片 沒有所謂的 《億街坊》 講長一點 講了一百天了 賴清德是做了什麼事呢? 其實最近 如果留意台灣新聞 你看到賴清德是做了幾件 辦了幾件大案的 最新當然就是辦了柯文哲 我們又要尊重它 它自己也會尊重它 它是司法獨立 變成有人去報案 可能總統正在做就不能查 一落台就能查 陳水扁也是這樣查了 坐了牢 就是貪污啊 弊案啊 這樣 現在說 最近一時就 吵得很厲害了 因為第三黨 民眾黨 拘捕了鄂文哲 黨主席之後 民眾黨的群龍無首 但是他們依然團結 依然團結和準備發動這些事情 要抗議 認為司法比較公正 作為我也是法律專業 我都很有興趣這些的 但是我就反而 糾纏不清的這些 是不是公正啊 諸如此類 因為其實你見台灣那個傳媒好 或者它那個法治的觀念 我牙刷一點說 它比香港較差的 他們都不尊重法庭 因為香港第一步就說我們要尊重法院 通常我們都尊重 查案 查那些不說 他們不是的 全部都當新聞 偷回來好那些資料 有人放資料出去這樣 亂了 變成好像沒什麼保密那樣的 照計你要查一件案 一定是有一定程度的保密 如果你的制度是齊整 是吧 你其實要給那些查案的人 有一個合適的環境去查案 那你那個 我們香港人叫做黃曬 黃曬的時候 他就查不到那件案 以我作為查公安的人 我的評論不同的 同時我是不會 如果我們查一件案 就不會這麼快揚出來 當我揚出來 大行動的時候 現在是大行動 全媒體都會知道 這樣已經是尾聲了 我有足夠的把握才能做這一步 因為如果我們一吵一件事 吵大了 所有涉案的人都會警惕 不會提供資料 就是如果你不是 你找A 找A就讀B 找C 找C又提供資料 讀A B 這樣呢 你查案就是這麼做的 背後交易好 哪個會污點證人 很多這樣的事情 這些事情都是有秘密進行的 現在一公開了 那你個個都幾大不出聲 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不關事 那就很難查 但是反過來看 這件案件有多少把握 就是說 地檢署 檢察院那方面 我們拭目以待 我就只是覺得 只要它不是像香港那樣 困了人四年 都不拿上法庭 因為拿上法庭很多事情是攤開了 大家都看到的 他們都不是沒有律師 也都不是沒有整個黨那麼多群眾力量 一切在陽光之下進行 一切在陽光之下進行 我不要作任何假設了 因為很多人已經假設了 柯文哲理有事 它有兩條罪 逃離罪是輕的 逃離就是得到利益 可能只是幫黨拿利益 幫朋友拿利益 自己人的利益 這樣就較輕 是吧 兩年這樣就完了 可能沒有事 逃離罪 但是如果是貪污呢 就是有錢 看它是不是有錢 直接自己量了一袋 現在顯示出來 還沒有清楚證據 它是一元一元收的 沒有一個賬項它拿了錢 這個重要的 但是呢 有罪推定的 你發覺是台灣的那些媒體也好 那些人民也好 已經認了它是有罪的 這些人是因為政治立場 如果你是小草 柯文哲理支持者 當然認為這個是冤獄 但是是不是冤獄呢 長遠來說呢 長遠來說一定清楚的 大家又不用在這個階段 做這麼多決斷 做這麼多評定 但是我必須要說 賴清德 依然是賴清德的問題 他做了這件案 當然他背後會支持 因為他當政的 是不是 當然他要尊重這個檢察院 那些是獨立行使憲法裡面的權力 但是你怎麼計 大家都明白 如果當權的那些政府 有權勢的人出來 甚至反對黨 就是國民黨 那他們運用他們的 影響力的時候呢 做這些案很多時候都不了了之 那最少當權的總統 是全力支持 是不是 你獨立去查 那當然啦 總統 因為那個不是自己 如果是 如果是 民進黨的 那可能不是很支持 背後施加壓力 現在全力支持這樣 那已經是方便了很多了 那他做了一件勇敢的事 因為要頂住這些群眾壓力 柯文治的支持者 柯文治有兩成 24%的投票 他有相當勢力的 好了 除此之外 除此這件案之外 早前呢 沒有人敢說他 當然啦 民眾黨那些還是說他政治迫害 但是你要這樣說 他是查了鄭文燦 鄭文燦是另一個市長 另一個市長 柯文哲也是市長任內的事 鄭文燦三進三出 現在呢 就真的辦了 鄭文燦是 是蔡英文的的系 而且呢 是民進黨 那就是說他先查自己人 先查自己人 再講其他 然後才查反對黨 那我當然希望他 再做多些案 查多些這些 弊案啊所謂 台灣叫 就多些是民進黨的人 是不是 反對黨你反而應該寬鬆一點 是不是 但是民眾 就是你自己要 我又不由想到 我要 必須要講 民進黨已經當政 百年多了 是不是 其實很多民眾不喜歡他 剛剛那次選舉 為什麼有二十幾個%去選一個 就是 白色的 就是 柯文哲的黨 新的黨 雖然是幾個人 但是成為關鍵少數 這個現象呢 就是我觀察了 民進黨是很害怕的 因為怕一個新的政黨出現 柯文哲能夠拿出來的就是他連結 新 新氣象這樣 恰恰就是這件事情 當年 就是民進黨出現 代替 就是指控國民黨貪污腐敗 這樣 又 又這樣起家 所謂 就是 針對現政權的不足腐敗 而起家 但是自己當政百年呢 似乎一樣有這些 不清不楚的事情 是不是 那你沒得說 鄭文哲已經是了 而且不止 是很多的 那你也知道 就是 如果你是要 雷麗豐銀叔 貪呢 我相信 我期待 麗清德會再辦多一些案 不要管他是 是哪一個政黨 是不是 因為如果你是總統 難使總統權力 你要中立的 你不只是查這些 查這些反對黨的 追殺那些反對黨 但是自己有呢 就是要包庇護 所以如果 就是百日 他能夠做到 這兩件事情 剛才那個訪問當然是精彩 另外他也 就是 立了威的 那 他如果這幾件案 再能夠做多幾件 特別是民進黨自己都要查自己 那我相信他 就是民進黨那個執政基礎 就穩固很多 現在呢 似乎他是發動了民進黨 就是民進黨的人 就 就是利用那個media 什麼這樣 就跟國民黨在那裡鬥啊那些 那這些呢 這些呢 宣傳的東西 當然國民黨更糟了 又親共又行 但是這些東西 其實不實際 最實際在小市民的角度 在人民那裡 就是你的黨 是吧 統好讀好 我都要生活好才行的 這個非常之現實 是吧 而民進黨呢 蔡英文任內呢 蔡英文很成功 但是他很多事情還沒做 甚至還沒做都好 那賴清德一定有自己的成績 是盡快有 那他的政權就穩固了 而四年後呢 他連任的機會也都穩固了 那才台灣有獨立自主 是吧 台獨是另一回事 現在民進黨才可以長期執政 這樣就徹底改變台灣 就是做一個好的政治風範 給這個後來的人 那至於這一件案呢 就是 柯文哲這件案呢 我比較個人 我希望呢 就算柯文哲有事呢 這個民眾黨 這幾個新的議員呢 都要設法子延續這個黨 台灣其實是需要一個第三黨 因為兩個黨其實 都不讓人信心的 國民黨就更加 被共產黨滲透了 那 是夠反共了 民進黨是夠獨立了 夠反共了 但是他似乎都開始有很多 內政上很多問題 貪腐這些問題 還有他也可能是 過分親向美國的時候呢 一個麻煩引起戰爭的嘛 這個我相信都不是大家樂見的東西 能夠技巧這樣保持台灣的獨立 獨立自主 但是不是正式引發戰爭的獨立呢 這個符合所有華人的利益的 不是戰爭的時機來的 現在對台灣來說 但是不要過分而走火 變成擦槍走火 有一個小黨 令到三黨不過半 有時是起到一個制衡作用 能夠長治久安一些 令到台灣不會編在一邊 走向一個危險的境地呢 這個就是我們全球的華人 其實都是祝福他 我們完全支持台灣 是獨立自主的去不依附中共這個政權 這樣去做這個運作一個國家 成為香港部 華人世界的自由民主的燈塔 最大的燈塔 千萬不可以有事 現在要他有事 就不是說他獨立左右 因為他獨立的過程可能就有事 維持現狀似乎都是大家的共同願望 最少在現在這個時候是非常之重要 所以也是因此我覺得 雖然我很欣賞麗清德這一陣子的表現 但是他務實的台獨工作總統 實際上是令人有些擔心的 所以我個人就希望 希望台灣這個小黨不要這樣就死了 因為立場出發 就希望沒有了這個民眾黨 如果沒有了不是一件好的事 三個黨不過半 互相制衡著可能是最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 也都符合全世界華人世界的利益 好 長氣了 白日新政我的評論大約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